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我们带来许多便利性 但你有想过 看似单纯的亮光屏幕 也可以是新一代的灯泡吗 宋志峰总经理 洞悉未来加入创意巧思 带动一连串的光电改革 将运用在手机面板的OLED 转变为新一代的光源选择 我在大学研究所毕业之后 我们就投入了台湾一家面板公司 这家面板公司 基本上它主要的业务是做液晶显示器 我们这个部门是做当时最先进的 所谓OLED有机发光2GT显示器 这款AMO内其实也是应用在国内的一个手机品牌上 这款面板就是当时我们所设计开发的 到目前为止它依然可以运作 经过10年的时间 2011年用自身15年 在OLED的产业与技术经验下 创立光电公司 目前全球已得28项专利证明 申请中的还有71件 今年7月已推出台湾第一款商业化的OLED照明系统 可随差即用的台灯产品 我们把所有跟电相关的驱动方式都整合在我们的模组之内 那我们的整个模组只有0.82公分 75公克比各位的手机都还来的轻薄 像我们目前看到这样的一个产品 其实我们是与国内不同的小型企业一起合作 有专门协助我们做设计的 有专门协助我们做代工的 那由我们来提供我们的核心价值 形成最终的产品 那这个随差即用的模组它有几个特色 一个是灯片的部分它在中间 那我们也把所谓的Power放在里面了 那当我点亮之后它所谓七段的一个设计 除了是单一的应用之外 就像我们讲的主要是放在这个台灯的应用上面 桌上行的随差的一个模组的部分 如果你带到户外上呢 其实都是相当好的应用 OLED光源经过国际级 IEC62471光辐射安全检验 获得最安全光源的无危险等级RG0 同时具备无影灯效果 相当适合幼童学习和医疗市场使用 提供人们健康舒适的环境 OLED的蓝光是目前所有照明产品里面相对弱的 我们不能说它是无蓝光 但是它的蓝光的强度相对于其他产品是低很多的 我们的产品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 我们是通过所谓的完全无危害等级的RG0 另外开发的产品皆重视绿色环保 将产品做到最轻薄和百分之百的回收率 避免电子垃圾造成地下水与稀有生物的毒害 造成下一代子孙生活品质受到威胁 OLED是非常轻薄以及结构简单 所以它并不需要用到非常多的一个散热机构 或者是其他的光学模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减少非常多的所谓的电子垃圾 随差其用OLED模组能让众多灯具厂商 很轻易地接受使用OLED产品 将OLED与原厂商的灯具做一个整合搭配 广受日本、韩国重视 也陆续在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强大的潜力市场 设立代理销售点 预计在2023年 OLED照明市场产值将达到13亿美金 我们并不做大肆扩张 也就是说我们的经营策略是以技术研发 为主 还有我们的专利布局 这些专利都是未来我们在跟国际厂商竞争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 研究与实验精神 让宋总经理的团队不断突破外界的期待 2014年推出了全球第一款最大的多彩互动式OLED系统 并获邀到2015年台北市立天文馆国际光年活动展出 它符合未来人的需求 也就是说人过去对光的需求 它只是一个有光有亮 到了第二阶段它要求效率 在下一步必须用好光 节能绿能之外 它还可以协助我们 拥有好的生理跟心理的条件 来听 your visi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